大家好,我是地下11楼的森奇 本期给大家介绍伊藤任二的经典作品 双一的自以诅咒 P4 来亲戚家过五一黄金猪的陆彩 恰巧迎来了生日 双一的家人热情地为他唱着生日歌 双一的姐姐沙尤里突然意识到 今天也是双一的生日 哥哥宫一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双一总是跟他们强调 他是在6月6日6点6分6秒出生的 真是太巧了 这样的话陆彩和双一虽然相差一岁 生日却是同一天呢 陆彩一脸不开心 谁要和那奇怪的家伙同一天生日 哥哥宫一赶紧叫在阁楼的双一下来一起过生日 双一一脸傲娇地拒绝了 诸然决定不再理会双一 被无视的双一决定报复 他敲打着阁楼的地板 使灰尘掉落下来 沙尔里赶紧护住了蛋糕 真是烦死了 我们换个地方 公一拿着蛋糕走出房间 可不知道是谁伸出了脚 绊倒了公一 真是冒失呢 公一居然把脸栽进蛋糕里了 活该 陆彩拿出手帕打算给公一擦脸 谁知公一竟把蛋糕保护完好 一家人又快快乐乐地换个地方庆祝 出了气急败坏的双一 公一一边吃着蛋糕 一边回忆刚刚被绊倒的情景 明明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是谁绊倒了他 陆菜很好奇双一的下一步行动 谁知道 或许他又在谋划着什么 公一十分了解双一那熊孩子 他总是无力取闹 要他一起玩又拒绝 但是你要是无视他 他又会记恨在心 陆菜十分认同 双一就是个怪胎 这家里其他人的性格 都与他截然相反 其实他像我们的奶奶 奶奶 双一的奶奶在早几年前就不在了 公一把相册翻了出来 这是大概十年前的照片 照片中站立着身形勾楼的老人家 和还是小baby的双一 而双一和奶奶 简直是一个母子印出来的 但照片中的奶奶姿势有点奇怪 好像在抱着什么 这是一个和双一生日有关的故事 以前 他们的奶奶就是个有名的怪人 她被附近的人称为欲言婆婆 在公一三岁的时候 妈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爷爷和爸爸妈妈正开心地迎接着第三个孩子 谁知奶奶阴森森地躲在门后 像是吃了酸柠檬一样 她告诉公一的妈妈 第三个孩子会流产 根据预言 是在怀孕第四个月 从楼梯上摔下来流掉的 之后 奶奶就一直盯着妈妈的肚子 不过 肚子都七个月大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奶奶又预言 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 而且还会在六月六号早上六点出生 这个时间点出生的孩子 是恶魔之子哦 然而 奶奶还是预言错了 双一在五月三号晚上六点过后出生了 但奇怪的是 奶奶一直坚持生的是双胞胎 你们看不到弟弟双二吗 中文只当奶奶是为了维护预言而胡言乱语 那之后 奶奶连婴儿床都准备了两张 并抱着一个不存在的双二吼着 还把山友里的娃娃抢了送给双二 随着双一长到一两岁时 她的眉眼变得越来越像奶奶 而且双一很喜欢奶奶亲近 由于被过度溺爱 双一在三岁时 就成了全镇最讨厌的家伙 在奶奶的前一幕画下 双一也认为 她有个双胞胎弟弟双二 还学着奶奶 嘴里含着牙签 然而 在双一四岁生日那天 奶奶对爷爷说 她要和双二去散步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所以 他们也不知道奶奶现在是生是死 半晚的夏天 天气渐渐凉爽 舅爷爷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担心舅爷着凉的陆彩 主动帮舅妈去拿毛毯 独自一人来到房间的她 看到了躲在衣柜里的双一 双一好心地告诉陆彩 毛毯放在另一个衣柜里 哦 谢谢啦 嘿嘿 啊 陆彩竟然在衣柜里 见到了失踪的舅奶奶 她吓得赶紧去通知众人 谁知再次回来 衣柜里啥都没有 公一向陆彩道歉 一定是她刚刚讲的故事 使陆彩产生了幻觉 你生日在同一天 双一从屋子底下钻了出来 又被哥哥骂了一顿 喂 陆彩 打起精神来 你看到的可不是幻觉哦 双一得意地告诉陆彩 每年生日 奶奶和双二都会回来 替她举办生日会 临走前 她警告陆彩 奶奶和双二都很讨厌她 公一安慰陆彩 那小子只是因为被排除在外 所以才说那些讨人厌的话 不过 双一和奶奶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吧 转眼到了深夜 陆彩转转反侧 久久不能入睡 此时 她听到了双一的笑声 不安的她赶紧跑去哥哥的房间 此时 一大一小的身影出现在陆彩面前 他们 正是奶奶和双二 陆彩笑得躲进哥哥房间 哥哥 快起来啊 此时 双二从背后抱住了陆彩 原来你藏在这种地方 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醒来的 今晚要好好惩罚你 开始了开始了 看来这次是我压倒性的胜利呢 都怪你 办什么把我拍出在外的生日会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回房间睡觉吧 双一十分开心地打开自己的房门 却发现桌上放着一块蛋糕 蛋糕上面还有一根铁钉 看我把你的脖子扭断 消失了 怎么回事 这蛋糕真是难吃 就这样 傲娇的双一放过了陆彩 双一的自义诅咒批四结束 善良的陆彩 嘴上嫌弃着双一 实际上 也在默默地为她庆生 讨人嫌的奶奶和双一 内心也渴望得到家人的关注 祝即将过生日的你们 生日快乐 天天开开心心哦 生日日晚千万不要许什么森奇 不要脱根之类的 不可能的